各位朋友,早安 今天早上 我会 继续去看一下 看我们今天的五花果 有没有 比咸的更多的 我今天会 跟大家去看一下 这边有些五花果 已经长得 蛮多 这些还是很均匀的 我们看这里 这里到上面 很均匀 这边的 就是 大小的 这一批就感觉 就像同一批一样 当然也有一些 果子 不正常一些 它就 弯 我看 这样子 现在我们再去看 外面的果园了 然后这边我们看 只有七个分叉 遮条 然后每个分叉 遮条已经 开始呆了很多果 现在我们再看一下 现在 这些地方 太阳都还没射到 现在我们 看到的还是 蛮正常 可是 在时间 我看这里 现在游染时间才六点 大概七八点的时候 然后这边的全部都 太阳都覆盖了 现在我们看到的 就是 比较好了 香鹅 很漂亮 顺便让大家 先看一下 我们家的 这个红宝石 龙眼 这里 我们看 这是红宝石 龙眼的花 这是这些果的 好 我们看 我们看 这些花 现在是夏天 所以留下来的果汁还是 比较少了 我们看 比较少了 嗯 这里 我们看 这批的果 还是很多 好 好 这样子 我们看 好 这里 好 这是昨天下午 我 浇水的 这段时间呢 现在我们 每天 都是 要浇水的 那类似 野草 我们就拿掉 好 好 好 OK 我看 游戏啊 卷虫要重新出现 像现在我们 就是要 马上要 处理掉 我们 野草卷起来的时候 里面 就会有个卷虫 好 这样子 我们 我们就是一步一步来了 我们看 这些 好 我们看好多卷虫出现在这边 最松小了 这样子 就是这样 这边 你看 这里是卷虫 卷虫 卷在里面 因为我 都是没有使用 农药 所以我就是 使用这种手工的方式 傍晚或者 夜大早 一般都是 傍晚的时候 农是最好 因为晚上 他可能会 会吃 椰子的 好 哇塞 好漂亮 我们看 那里 今天我的视频 先跟大家分享到 四位 喜欢的朋友 记得给我的油赞 留下 评论和订阅 也关注我的频道 谢谢哦